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些網友非常好心機 他們一邊看TVB 一邊做了一個統計 不是統計收視 而是統計一下到底TVB的黃金時間 究竟有多少個商業廣告 真是非常耐性 他們整合了一個列表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因為他們有一個驚人的發言 他們這個統計是由1月1日的元旦日的晚上7點半 做到11點 到底他們發現了什麼 原來有六個時段TVB是零商業廣告 即是一個商業廣告也沒有 有什麼廣告 比如說政府廣告 愛比暴力強 與暴力割蓆 或者是TVB自己的劇集預告 或者是他自己的TVB中的 Big Big Channel的宣傳片段 沒有商業廣告 足足有六個時段 另外有六個時段 只有一個廣告 很多都是賣旅遊產品的廣告 另外有 有報時冠名贊助兩次 都是幸福什麼的 節目的冠名有三個 包括外輝家 阿爺廚房 和環球新聞檔案 至於產品贊助 在外輝家裏面 有三個產品贊助 至於阿爺廚房這個節目 同樣有三個產品贊助 但是其中一個是Big Big Shop 即是他自己有 這個統計就已經反映得到 其實TVB的情況 真是不妙 很多網民就連聲 去慶賀 當然是喜喜揚揚 齊歡唱和慶賀 什麼都出來了 因為看到TVB的情況 開始有少少部 阿士後塵的感覺 其實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阿士去到後期的時候 曾經找到北水來刁命 包括向國企賣手 叫他們去阿士下廣告 但當然是長貧難顧 去到最後都是得到政府的宣傳廣告 以及用他們自己的節目預告 填塞廣告時段 目前的無線和當時阿士最大的區別 就是無線依然有一些大品牌 來下廣告幫襯他 但是阿士就沒有了 但是那個數目就真的相當少了 在黃金時間 零個又有一個又有 真的非常之差勁 我想是近十年 或者二十年 TVB都沒有試過這樣的景況 目前的TVB和當時的阿士 最大的差別就是 就是TVB的開支比阿士還要大 他們有五條的頻道 TVB還有很多自家製作的劇集 和綜藝節目 但是阿士的後期 大家都記得 做了那些歲月流星台 不停來翻播自己的所謂經典劇集 實情這些成本就相當低了 而且他們已經停止自家製作很多年 都沒有劇集播 全部都是外購 或者買一些過時的韓劇 日劇播 去到最後期的時候 索勝連這些劇集都不買了 配音員都節省了 做什麼節目呢 就是極低成本的清談節目 問題就是他們的清談節目 日美就幫特區政府補價護航 或者專刷大陸鞋 哪有人看 故此來說 無線電視和最大的區別 就是有自家製作 但是現在的開支 亦比阿士大很多 炒了一成人 還有三千多人 那麼這個難題 他們將會如何解決呢 當然要加回無線自己想 我們就真是 樂見其成 最近在有線電視 他們跟三位新科議員 作出了一些訪問 其中一位是傳奇人物 陳紫維 因為他憑著 萬多元的選舉開支 以及他的學歷條件 都可以擊敗到當區 做了多年地區工作的 葉澳東 好了 當然了 這次的投票 不是投人 或者投政綱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因為國際社會 都視之為一個referendum 當作是一個公投 大家就在這個投票當中表態 對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以及對於特區政府的不滿 作出了表態 好了 他這次就是有幸當選 但是似乎看到他的訪問當中 他的表現真的有點不濟 我覺得泛民當中的人士 亦都要向他作出一些提醒 我觀察也有幾樣東西 第一 其實他應該要用人為財 因為他目前還說自己 是請不到這個議員助理 他主要考慮是甚麼呢 他就說一定要找學歷比他低的人 就怕那些大學生就會自我忠心 這些真的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當然我們知道 陳紫維的學歷背景是怎樣 根據BBC的一篇報導 他會考就零分 所有科目不合格 之後修讀偽進的社工文憑課程又不合格 要補考也不合格 再修讀旅遊文憑也不合格 其實學歷低或者高就沒問題 因為我們都說過很多白癡 這次就是一個公投 最重要是踢走建制派 葉浩東就應該 去否復 你這樣也輸給陳紫維 就證明了市民真的對於警察暴力 以及對於特區政府的高壓統治是相當不滿的 但是陳紫維又要多些裝備自己 你學歷低是不要緊的 比如說看三國演義大家都知道 劉備也沒有甚麼出眾的能力 他唯一最出眾是甚麼呢 就是用人那方面 Jerry這個文官武將 他也是懂得去用的 三顧草勞請孔明出來出山 這些就是用人之道 你本身不是那麼聰明 不要緊要請多些幫到你手的人 因為這個社區事實上 有些地區工作一定會做一些個案 或者有些街坊會找你幫忙 如果你幫不了他手 你起碼有些身邊人可以幫得到手 沒問題的 你不需要擔心他們甚麼自我中心 大家做事而已 對吧 而且目前你要說 1月3日會期開始了 你還沒請到議員助理的時候 那你怎樣開展地區工作呢 當然我們是知道的 陳紫維多次都在這個抗爭的前線出現 但是除了前線的工作以外 地區工作也不能夠丟棄或者荒廢 你一定要以何秀蘭2003年當選中西區的官農流選區 作為一個前居之鑑 你是要引以為戒 當時何秀蘭 當然不能夠跟陳紫維相比 因為當時他選了就簡直是神隱 街坊找不到他 地區工作也不做 結果 在四年之後 就由葉國謙 又是葉國謙那些有關係的人 葉澳東就是葉國謙的侄 真的要引以為戒 歷史有很多偶然性 到了2007年的時候 這個何秀蘭當然就沒有面目再去競逐連任 再去面對當區的選民 於是乎就交由這個何來代他出征 結果大家都知道 當然是葉國謙逆轉勝出 敗部復活 一做就十幾年 這件事為什麼要引以為戒 因為 如果你要在當區重新建立選民對自己的信任 對自己這個陣營的信任 是要多長時間 官農流就告訴你 07年到19年 這12年的時間 都是建制派取回的位 至少12年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今年是非常特別的 有這個反送中運動的效應 半年的警察暴力 再加上在選舉之前的一個星期 鄧炳強下令攻打中大理大 才得出這樣的成績 隨時就不止12年 如果要修補關係 所以他們真的要想清想楚 而且在這個訪問當中 拍著陳紫維向著一個大學生面試 他竟然間就疾那個大學生 就說 我早就說了用中文來寫CV的要求 但你就用了英文來寫 就把他肥了 其實這件事就是令人謊不解 實情這個CV用中文寫或者英文寫有什麼大分別呢 最重要是請到那個人回來是不是升任 是不是能幫得到你的手 我現在就不是說分化割蓄 純粹是一個非常善意和溫馨的提示 希望他好 希望他的身邊人或者當區的同事 幫幫他 另外就看到一宗新聞 就是蘋果報傳出來的 這個消息 他們就說到 民政事務處屬下有63個分區委員會 那些分區委員會的委員全部都是由民政事務處去委任的 不用通過選舉的 而且就是直屬各區的民政事務處 不過那些撥款就需要由這個區議會來通過的 所以那些區議員依然在這個撥款上面能夠作出一個把關的工作 當然有些中西區的區議員已經說明了 如果真是全民屬實 就是你這個分區委員會請來的那些落選建制派來搞政治囚容 搞這個借私還雲 敗部復活的話 他們就會在這個撥款那裡把關 就有機會 收緊甚至乎 不批准拒絕這個撥款 你們一定要運用這個權力才行 不要和欺黎 因為這班人就是被市民踢走了 用選票 你現在又再委任他們入去這些所謂的分區委員會當中 完全就是蔑視民意 社會上那麼多的社會員達那麼多有心服務社會的人 為甚麼要委任這些建制派的人 當然你就會被人質疑就是怎樣 就是要保留延續這些所謂的地區裝腳 讓他們有一個名號名義來繼續所謂服務市民 你是想延續他們這個血脈 其實這個所謂的分區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做甚麼 包括推動公眾參與地區事務 籌辦社區活動和為政府贊助的計劃提供意見等等 現屆的委員在16區當中 總共有1,606名 大埔區和北區就不設分區委員會 希望他們在委任上就要公道一些 公正一些 公平一些 不要再委任那些落選的區議員 完全是不合理的 因為市民已經是用他們的民意踢走了他們 如果想去服務市民的話 下屆請早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